仔細的削著地瓜在用清水一遍遍的洗乾淨 喜憨兒默默工作著 連地瓜上的一點小雜汁也不敢大意 就算仙義比起以前掉了一半 也不嫌喜憨兒對工作的許多 以前我們現在是網路差不多要到下午的七八點鐘 現在大概兩點多三點就已經休息了 因為我們做四量的啦 所以說我們能夠賣完為止的量 之前都差不多要做一千五百個 現在差不多七百個七八百個 不止假日的銷售量少了五成 距離中秋節順不到兩個禮拜 但是今年一直到現在 都還沒有接到任何中秋節的訂單 平常總是擠滿客人的見面 現在變得特別冷清 當記者前吃採訪時 喜憨兒還以為是客人來了 笑得好開心 雖然生意比以前差很多 陳媽媽不改樂觀的個性 喜憨兒默默地做著月光餅 他們知道客人變少了 但是對喜憨兒來說 只要還有客人 喜歡他們的月光餅 就是支持喜憨兒繼續的最大動力 全都放到兩線新聞 林小凡 採訪報照